哈喽大家好,我是雅雅 今天我们用瓜叶菜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既可以保留它本身的营养价值 用您作为减脂餐 下面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吧 这是我刚从菜园里现在摘回来的瓜叶菜 非常的新鲜 先给它去除老筋,摘干净了 洗碗池中放水,加入一勺小苏打 用手搅滑开 放入瓜叶菜 这样可以有效清洗菜叶里比较难清洗部位里的杂质 或者是菜叶上残留的农药 放水清洗干净 可以多洗两次 洗好先放在一旁备用 一根胡萝卜去头去尾 切两半或切片 最后切丝 装入盘中备用 一把金针菇,用刀把根部去掉 放到清水中清洗干净 自己可以换水 多清洗两遍 洗好装入盘中备用 一个西红柿划个十字 温水泡开半分钟 这样就可以撕去外皮了 然后对半切开 切成不规则的小块 装入碗中 挤半蒜,切成蒜片 锅中烧油,下蒜片炒香 然后下入西红柿 然后下入西红柿 加入一勺盐炒出西红柿汁 再下入配菜 炒至变软后沿着锅边 加入一碗清水 水开 下入瓜叶菜 翻面后加一勺鸡精 搅匀后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碗少油低脂的瓜叶煮菜汤就做好了 锅叶菜这样做 既可以保留鸡本身的营养成分 没有少油低脂还非常好吃 汤汁也特别的鲜美 想要减肥瘦身的鸡妹们 可以常常做这道菜哦 喜欢的就收藏关注我吧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